记者苏福南高雄报道,国道1号高雄露竹高科交流道向西可连接南科高雄远区立伟邱志伟有鉴于重车横行社区造成交通拥策等问题,立推高科交流道向东延伸至国道3号田辽交流道,但该联络道如何穿越高铁,构筑经费和环境影响评估等难题,有待相关单位从长记忆。 邱志伟说,科学园区的设置可为地方带来繁荣和就业机会,但交通拥策和重车横行也是一大冲击,尤其对家庭主妇和学童的安全威胁。 他感同身受有些科学园区即面临这种尴尬窘境,因此在路逐高科园区尚未饱和之际,他认为理应未雨绸缪,做好规划,将重车直接引导到国道上,避免穿越不必要的道路而造成地方民众的不便。 邱志伟邀及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公路总局高市政府公务局交通局和内政部营建署共同延商,希望大幅向低路逐地区往阿联市区通过性车流,减少市区道路的拥挤,增加社区道路安全性的可行性。 邱志伟邂认会中讨论热络,与会单位针对该区域两条国道之间的联络道,究竟因定位为国道等级,省道等级还是地方道路等级,各有不同观点,因为等级不同,所遭遇到的问题也不同,诸如购筑经费,用地经费,环境影响评估,如何穿越高铁,需求量的多华以及效益大小,都和用路等级息息相关。 邱志伟表示,该联络到值得评估设置必要性和可行性,因为工商发展要靠交通运输的便利和快速,才能使货畅气流,汽机车分流则可大幅提升交通安全。 至于评估经费,它将向交通部积极争取,无论是高工局主则的国道基金或公路总局主则的生活圈计划,都是可编列评估项目的选项。